哈囉大家好我是祥林 歡迎繼續回來我們的乞丐模擬器 那上一集的話我們是有把開鎖弄到等級10了 然後他說等級10再超過 之後呢 我們可以獲得一個金幣 但是呢我私底下玩的時候已經把它超過了 結果我的這個金幣是0 代表他並沒有給我任何的金幣 我們再來看一次 就是在這裡面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剛剛有多接到一個任務 先不要管我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在這裡 在這裡面吧 我們的解鎖對不對 他說4000超過去之後可以給我們一枚金幣 但是 我上次超過4000了他卻沒有給我金幣 所以我現在有點納悶啊 但不管不納不納悶什麼的我們現在的話呢 我非常的疲倦而且天氣也已經是 越來越冷了我們乾脆直接就全燒了 沒關係這個東西呢 在路邊呢很容易翻得到這個 這其實用不用好像都沒什麼差別 我們還是用一下好了 好像這一條是會跑比較快啦 所以應該還是有那麼一點點差別的還是要給他用下去啊 那現在在這邊的話呢 天氣 彷彿也越來越冷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的準備就好 好像是只要 應該是我遊戲裡面再過沒幾 天應該說遊戲裡面再過個幾天的話 好像會有一場大災難來的樣子 那個超級寒冷的大災難什麼我們只要度過那個大災難 我們就算是這一個一週目通關的感覺啊 好像是好像是這樣子喔 然後他就會給我那些銀幣這樣啊 但是我並不是很清楚是不是真的有那麼一回事就是了 我現在血量只要90了 不過 應該 應該沒什麼關係吧反正我吃什麼好吃啊就可以補回 先就可以吃了 吃一下好了 吃完之後呢我們去上個廁所然後 重點就是我們又接了一個任務喔 有一位老兄我一直沒有去找他對不對 好像也不太好了我們 這就是那個可以幫我們修東西的傢伙 那我們應該可以從 從他那邊呢 學習到一些那個 修東西的技能啦 然後我們先來這一邊的話呢我們這個任務啊 好像他是要我們來找他是不是 是找你嗎老兄對好像是找他喔 好雖然我們只是想來跟他拿一個他不要的垃圾而已喔但是他卻要求我要給他一個盒裝葡萄酒那 像這些酒啊什麼的好像我們也都最好要準備好食物跟酒最好呢都可以準備得很好 那沒有關係 因為我身上的老早就有一堆東西了所以他們的任務現在我應該超容易就可以完成了 那我們就是要跟他拿一個 壞掉的吸塵器沒錯 那他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教我們了我們就先離開一下 其實可以跟他再多嘴炮一下的 聊天一下好了其實我已經懶得跟你聊天了 掰掰 不過在去找他之前啊對不對我們該解鎖的什麼的我們還是要去給他解鎖一下喔那 這個東西 我發現他解鎖呢如果想要提升那個等級的話就是到了晚上對不對然後去找人家家門來開就好了那不要開那個困難的 開中等的 中等很好開然後你就 很容易的可以一直不斷的開那一個人的家門 對就一直在他家門口開了然後東西都不要拿然後再開 就這樣子一直開一直開你最後呢 就可以那個讓等級升上去了 這個居然叫我滾開他太囂張了吧 總之我們把東西都拿了吧那我們就是要順著這條路一直往下面去 然後 可是見到那一個修東西的家伙 而且那個修東西的家伙其實 更重要的一點是什麼呢 我們我們不是翻了一大堆這種垃圾嗎我們都可以賣給他了 所以我像 之前我 超容易操縱嘛對不對因為這些垃圾對不對其實這些都是可以賣給他的 那可以直接變成錢多好啊所以我們現在就去找他 不過我的老本行還是要做就是這個翻一下這些垃圾桶啊翻一下這一些什麼零錢箱啊對不對 這邊翻一翻看看錢都已經超多了我現在又有9000塊錢了 有沒有注意到 哈哈哈哈 所以 所以說我現在這個已經在這個城市裡面呢可以說是這個呼風喚雨了對不對 純粹就是說這個潛水技能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到達等級10喔這個潛水 就算我拼了老命像這樣子在翻東西 結果潛水技能還是沒有辦法到達等級10啊 是的大家還記得嗎就是這個凹下去的這個家伙那那個大災難應該是會來 好幾天吧兩三天就是遊戲裡面的兩三天的樣子吧 OK來我們先來這邊了我們把這個吸塵器呢先給他一下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再來跟他多講一些話啊 啊沒有關係了 他要我給他50塊錢啊走吧走吧給你吧給你吧因為是我們的任務呢就完成了他就給我們一個修好的 吸塵器 那他有沒有辦法教我一些東西呢 所以他又給我一個新的任務喔那我有沒有辦法 叫他叫可以的嗎對不對就是 叫他教我這個呃製作的技能所以我們可以變成一個製作大師沒有錯 我們現在變成製作專家了我們可以跟他的繼續去學習變成一個 真正的製作大師在這裡 但是呢 我們這些技能還不用學習我們已經超越了那一個號稱 乞丐大師的家伙了 所以我們這邊呢其實還有很多東西都是可以直接向他來學習的沒有錯我們就直接跟他來學 更多的東西吧沒有問題 等一下我們接下來的話這個要到40 40他才願意教我這麼討厭的 然後我們要交易一下好了我們跟他稍微交易一下那看他有沒有可能會想要給我一些什麼東西像這個東西對不對 喔對沒錯在這裡可以叫他教我 叫他教我 所以呢他又跟我在那邊撕子打開口他跟我要300塊錢還有那個萊姆9好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來來來來來來OKOKOK所以你看我這邊的學到了一堆奇奇怪怪的東西有沒有木頭的牆啊什麼的 所以現在呢他可以教我新的技能了 叫他教我一下 剛剛的 技能在哪裡有嗎 關於我的訓練在這裡我們可以跟他說要求耳機要壞的我們就給他一下 所以信任在這邊都可以慢慢的上升那我們的任務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任務這邊的也已經越來越多東西了那 他會教我如何修復壞掉的東西但是呢 我需要先收集到這麼多的東西然後呢帶給他他把這些東西都修好之後 也許我才能夠學會自己修東西的樣子吧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能不能夠好好的學會 這些修東西的技能啊 那我現在身上的好像有些東西是沒有的沒有辦法那他 好像有叫我們要去找另外一個人那我們等一下可以找他我們先把現在能夠 弄的東西呢都先來弄一下好了 哎沒錯鍵盤壞的 然後收音機鍵盤收音機還有吸塵器沒錯就是這些東西 那當然我也可以直接叫他來幫我修一下但是都要錢 所以既然如此然後他也沒什麼耐性了我看他已經沒什麼耐性我們先來看一下大家看 所以我現在呢有這一些 新的一些什麼啊門啊牆壁啊然後這些建築組件啊對不對 也從他這邊的直接都學到了我們之前都是用那些很爛的嘛 但是說實在的我們好像先用那些很爛的就已經很夠用了 好像並不是特別有需要來用這些東西 學會了超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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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東西 那一個乞丐大師永遠只會躲在他那個箱形車裡面而已對不對 我們呢有辦法自己弄一塊超大的地 然後就在裡面呢自己蓋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東西就住下來了 乞丐大師還沒辦法了 好是在這裡嗎對他要我們找的就是這個傢伙金塊沒錯就是你了嘿你好啊最近怎麼樣 他居然在罵我是嗎我可以跟這個金塊國王談談嗎 他是個瘋子哦所以是 但是我需要跟你交易一些東西啊 好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他現在呢也可以呢教我一些東西就對了 是交易專家在這裡哦所以交易專家可以 好沒問題我們就來跟他這個學習一下好了所以我呢 連現在連我的交易都可以來找他了 所以那個修東西的傢伙叫我來找他結果他也純粹就只是 純粹就只是教了我那個變成一個交易的一個 那個專家而已沒錯我現在還只是交易的專家而不是什麼交易的大師 然後剛剛修好的吸塵器沒有問題我們直接出售一下OK的 這東西我們超容易呢就可以在垃圾桶裡面呢直接翻到的 這個其實 呃初期來說也算是一個 賺錢的手段這個東西是我要的 就是他壞掉的這一個是我們 要的其中一個東西對吧 在任何一個莫名其妙的地方我們都有可能會莫名其妙的拿到 這是在偷東西的時候搞不好都有可能啊 好像沒什麼就拿這個好了 YES 所以我還需要找到一個壞掉的鍵盤 一個壞掉的吸塵器 這是怎麼搞的我之前怎麼會都沒有的 真是太殘了現在居然突然之間下起了大雪了 我還正在尋找我要找的東西 我一定要的趕緊的把那個修東西的技能給學起來 喂太誇張了這個雪下了太久了 我現在 庇護手效果已經沒有了有點糟糕有點糟糕不是有一點而已是 幾乎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糟糕了呀 哇雪終於停了可是呢現在也已經來到了晚上了耶 既然剛剛好到這附近來的話我順便就下去找那個傢伙好了 因為我實際上剛好有那麼一個東西呢是可以交給他但是我現在超像 會很冷耶所以 這些東西盒裝葡萄酒什麼真的是很需要一直準備著的 嘿老兄來吧來我們來修一下這一個哎沒有問題這個任務了再一次更新我們需要就剩下 鍵盤以及吸塵器各式要壞的沒有問題了 那現在我們繼續呢跟他來交易一下我身上又操縱了所以 這些東西呢每一個其實你就像這樣子隨便賣一下有沒有 身上可以減超多的重量然後你就可以再賺到一大堆的錢多好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我感覺好像這個雪已經越來越厚了的樣子 這是我的錯覺嗎我現在這邊先稍微烤一點點火好了 然後我才突然想到耶這遊戲最一開始的時候啊對不對 我連上廁所都好像沒有錢的樣子但現在 我 可以輕輕鬆鬆的上廁所 喔耶 太感動了 有錢拉屎的感覺真好 是的這個晚上已經來到了大家看 負17度C 還沒有其他特別的效果 所以這個夜晚已經 越來越難過了 不過所以我們就是要安分一點對不對 好好的回來這邊然後烤個火 睡個覺對不對 啊天啊 負17度C的夜晚 雖然我總感覺我應該是不是 對其實我還有一大堆的東西可以放 我剛剛是不是要先放一放的才對 我剛剛應該先放的啦 沒關係啦 這些東西我們就放在那邊 都會讓他沾一點血的樣子 是不是也是相當好看的 對我剛剛要先放的啦 呃 呃好也沒差 我覺得是不是耐冷 乾脆也再給他下去一次算了 欸真的呢 好吧 這種時候我感覺呢 就是耐冷 沒錯耐冷再給他下去喔 哈哈哈哈 很OK很OK 不過我現在應該就 已經不怕這負17度了吧 對不對 所以沒有關係啦 是的 是的有了我們避難所 提供的效果 現在真的是 就算是負17度的超低溫我們都不怕了 但但但但肚子還是會餓啦 等一下 各位我發現了一個嚴重的現象了 他怎麼會賣一個匕首呢 你賣這一個是想要幹什麼 我決定沒收 呃是說我還是要花100塊錢跟他買 你為什麼會有一個匕首在那邊 是的我們還有這個舒適的床上用品 可以來製作一下喔 應該要來製作一下 但是我覺得我可以升級了 居然還是 到最後沒有成功升級 升級了 我們的製作 終於來到了6了 相當的了不起啊 我覺得 好吧然後我覺得 最後我還是把這些衣服都賣掉好了 反正我看起來我也不太會想要去穿他們對不對 尤其那些看起來真的 呃像這種乳膠褲比較特別一點還是留下來一下 皮褲好像更加特別喔 呃還是留著吧 終究還是會想要留一些東西下來的有沒有 那些什麼鞋子 鞋子 我現在鞋子就最好了吧是不是 一些莫名其妙鞋子 什麼弓鞋這些 沒關係啊先留著吧 可是我現在身上 還是操縱已經賣了那麼多東西了 是的這個金屬板結構的我們來跟他這個學習一下 所以 我從這邊的也已經把這些什麼建築方面的東西 已經學了一大堆起來了 那但是這個東西我們也可以跟他學但是我們會要求這個他耐心要使現在沒有 但沒關係下一次我們來的時候就可以跟他學了 但是現在我們還要再去尋找我們的那個什麼 鍵盤跟那個吸塵器對各式要找壞掉的 但我總是拿到這些壞掉的耳機也真的很奇怪 有啦鍵盤壞的太好了 終於找到了一個 但是接下來就是要壞掉的吸塵器 看到底能不能夠找得到了 結果我今天呢沒怎麼跟人對話然後錢呢 也還是不斷的在增加 這個 所謂的垃圾桶裡面呢就是一個寶庫嘛是不是 垃圾桶裡面有這麼多的好東西大家還是會把他給丟掉真是太可惜了 沒關係全部都給我拿來利用就對了 我要的是壞掉的吸塵器 他身上居然是修好了的吸塵器我能不能自己把他給弄壞啊 確實在家裡面偷的當然是好的這不是蠻正常的嗎 或者應該跟他乞討一下也許他會給我壞掉的 欸好像這個就是了 壞掉的吸塵器有了有了有了 終於把該有的東西都拿到我們可以去學會這一項修理技能了 哇 哇 現在呢 我名副起始成為一個不光光只是嘴砲的啊對不對 除了嘴砲之外我們還有一技之長 隨時都可以幫人家修東西了呀真的是 莫名其妙在街頭就學會了這麼多這麼多的技能了 然後在 在學會這些技能的同時我怎麼還莫名其妙賺了一大堆的錢 現在怎麼有一萬一千四百一十塊錢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身上真的是操縱了太多太多太多了吧 又拿了一大堆沒有用的垃圾起來的感覺喔 我只好能慢慢的走走到大街上去 先把東西賣出 但賣出好像也還是操縱的感覺 沒關係我們可以一直合成東西對吧 合成失敗 好險 合成了一大堆東西之後呢 終於是不會再操縱了 那我們直奔那一位老兄的 所在地雖然我現在的屎快要炸出來 沒關係 路上如果有能夠對不對 這個解放的地方 對我記得這裡就有解放的地方了 可是現在的外面這麼的冷的狀況之下 我們要趕緊的解放 要直接用比較好的衛生紙 快點的解放完畢 而且我還一直在糟糧大家看 不斷的在糟糧然後呢這個濕度也不斷的在增加當中 這個廁所上的好像有點非常的不愉快 我的天哪這場雪到底是怎樣 這邊剛剛好 不對我不是要進去吧 我是要烤東西 沒關係 就跟他說我能死了吧 就這樣子 所以我進去大家看我可以烤 到他這個屋子裡面烤火的話呢 我也是可以那個讓身上呢 稍微變得溫暖一點 而且可以 檢除一些那個潮濕啊 來了 請把我訓練完畢吧 謝謝你了 謝謝你了 好所以說最後呢 我們要來叫他教我們了吧 對不對 好就是這一個東西沒說我們點下去就對了 所以說我們這個東西呢還是要慢慢的學 他會教我們新的技能 對不對 但是 沒有沒有他只是一個一個這樣子跳出來而已 嚇到我了 我還以為他讓我慢慢的學了 但是 這些翻新的呢 他是直接翻新的 而不是修好的 還說這邊叫做翻新的 但是在我們那裡面呢可能是叫做修好的吧 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喔是差量的翻新的 喔然後這邊又翻譯成修好的的 然後這個後面寫的是翻新的 你們這個翻譯能不能那個稍微 稍微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統一一下這個 但是呢大家可以看我們現在 是不是 我就瘋狂點藍色的那一邊 我們的製作也可以瘋狂的上去了 因為我身上原本就有一大堆這一些壞掉的東西 所以現在有沒有 現在我們就可以好好的把這些東西修完修完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給 拿去賣了 順便呢多畫兩幅畫起來 是的 多麼的完美啊現在 現在我們連修東西 都可以自己來了 所以我現在身上呢有相當多已經修好的東西 但是我現在非常累又沒地方可以睡覺的時候我只能夠呢 就直接把咖啡給喝下去了 因為剛才 修了那一堆東西啊好像會讓我非常的勞累的樣子吧 不過我們現在 已經修了超多的東西我們就可以吃個漢堡呢稍微慶祝一下 太棒了 現在超級超級完美的感覺 再一次拿到一個壞掉的燒水壺 但是現在不要緊 壞掉的東西到我手上我都可以把它給弄好 就像這個樣子 點到藍色這邊成功的就把它給修好了 呵呵呵呵 毫無疑問 哇大家看眼前這一個狀況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 狀況啊好像 好像 好像真的天氣變得越來越糟糕了是嗎還是說只有那邊看起來是那樣好像也不是耶大家看 外面這邊好像已經 視線會開始受到相當程度的阻礙了耶喔真的耶 哇大家看 欸不過呢現在雪剛好停了 不過我相信 我相信那個大災難來臨的日子似乎已經越來越近了 不過沒有關係我們現在 不單單只是超越了這個乞丐大師 我們呢還離他越來越遠了有沒有我們一直在向前跑 乞丐大師呢就只會一直躲在他那個小車廂裡面 所以說我們可以買能量飲料啊咖啡啊可樂啊都給他多買一些喔 因為這些可以讓我不用睡覺 這東西是 超好用的 乾脆再多買一些起來好了反正現在錢超多的啊那這些東西呢 可以讓我不用睡覺對不對然後就 輕易的度過一個晚上啊不過 可能有酒會更好一點對不對 酒的話這邊是有在賣啊 藍姆酒在這裡喔 溫暖可以直接加100 不過我身上呢其實也是有不少的酒了 不過沒關係我們藍姆酒呢 可以多買一些1000 1000的給他買下去都沒有任何的問題 現在呢 錢超多的 那這個潛水的技能呢我也就差最後這一點點就可以升到等級10了 所以說 我們現在的進度 看起來 真的是還算蠻不錯的對吧 然後把我們的繪畫給賣出去 然後再來把我們 自己修好的東西也賣給他 太棒了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學會的這一個對不對 修東西的技能 剛好我身上也有一大堆的材料是吧 就是之前呢不斷在這邊翻箱倒櫃亂拿的時候都可以拿到所以大家看我現在有8000塊錢了 我又可以呢 再去多買一些什麼酒啊一些什麼莫名其妙的食物啊 囤積在身上啊 準備度過一個 超級哇這個這個只能到這樣子就出不去了 準備度過的超級困難的冬天對吧 那麼這個晚上也到了我們還是安 我們還是安分一點的對不對回來自己的庇護所在這邊 烤火取暖一下吧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乞丐模擬器 感謝大家收看喔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一集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點下一個喜歡喔 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大家掰掰 掰掰 拜拜 infections 응 Bucking Yuk